我叫蚂蚁 我是一名美食摄影师 很多时候啊 包括我们的客户也是 他就觉得这个造型就是 抓点东西往上一扔 把相机掏出来 就啪 咔嚓这么一按就走了 它就能那么好看 其实不是的 就是可能造成是用镊子 要一个一个地把它摆上去 包括它的场景 工作强度蛮大的 我们小伙伴加班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看那个照片和你看那个真正的场景 是不一样的 其实大家看到每一张照片还蛮漂亮的 其实每一次拍摄就坑挺多的 美食摄影遇到的问题也会比较多 因为食材的状态 你时间长了 短了 温度高了 低了 它都会受到影响 但是食物的状态 温度 就是变化很快 比如说拍这个冰激凌的时候 大家知道冰激凌 其实你 哗 你放好几个球往这一放 然后边上再点缀一些什么 水果呀 或者是麦片呀 这种东西 你再去给它做造香 那冰激凌早化了 蔬菜 水果 肉类 海鲜 拍不同的东西 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 但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在中间 你遇到每一个问题 哇 然后把它解决了 感觉蛮好玩的 比如说拍火锅 大家看到的这个火锅 比如说上面飘一些这种 蘑菇啊 蔬菜 能飘起来的还好 比如说这是一个鸡肉锅 那鸡肉的块那么大 火锅这么深 你往上面一放 哟 下去了 你告诉人家 你说 嗯 其实我这锅里有一锅鸡肉 大家看不到啊 这就是 我们拍食物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美食的造型 就让它呆在这个汤的面上 而且要有一定的角度 要好看 然后它会在锅的底下 打上一层穹纸 这个东西就像 我们吃的那个果冻一样 哎 半透明的 软软的在下面 然后上面汤只有这一点点 然后你把肉往上一放 然后肉下面 可以扎上牙签 让这个肉 成不同的角度 哇 一锅摆起来 就非常漂亮 有时候这个火锅 我们看到咕嘟咕嘟的那个样子 其实真的不是火在下面烧 因为比如说你要拍蔬菜 那温度一高的 直接就烫坏了 没有办法拍的 所以都是用那个气 用一个管子通到里面 然后这边有人在吹 还有一二三 然后咕嘟咕嘟咕嘟 有人吹 然后有人放那个热气 热气可以用干冰 干冰往里面一丢 然后有人吹 咕嘟咕嘟咕嘟 然后热气就冒上来了 在中国我们在网上 能买到新鲜的鱼和虾 其实也就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之前 这些东西 我们是提着篮子 去市场买的 也是不需要做广告的 不需要拍摄的 但是现在都需要了 中国的电商时代的到来 这是一个时代机遇 其实我们这个 美食视觉这个行业 也是算上坐上了 这个时代的大船了 我刚开始做这一行 我是拍人像的 但是后来发现 自己不太擅长跟人沟通 以至于自己后来 就进行不下去了 挺崩溃的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一位台湾的前辈 他来到北京 就找摄影师来拍美食 所以第一次有他的指导 我就拍得特别败感 可能就是那一次 让我觉得 原来拍美食这么有意思 从那就走上了 这个美食摄影的这一条路了 最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拍一些杂志的美食板块 然后后来再到 给一些餐厅啊 酒店啊 拍他们的菜单 海报 十多年吧 十年就下来了 大家对美食摄影的理解 有很多种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要拍出他的真滋味 和真感情来打动别人 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你好像看到你记忆中的 某一个场景 你奶奶你妈妈给你做的 某一道菜 你看到了这个场景 一下子你就回忆起那一刻了 回忆起那个味道了 我觉得这个是打动人的地方 我觉得只要能 能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它都是一个好照片 我们就开干吧 今天预计收工时间六点钟 好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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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